唐戏 冬安 在身的国度里 有权柄和难你 不凭邪气 不凭势力 淡淡依靠出山里 在神的国度里 殊胜的子女 不分语言在你面前 将荣耀归于你 愿你国度降临在这地 同行高举主耶稣的生命 愿你胜利 呈现在这地 实行神迹 一致能力 我们处理在你的同在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神的国度里 有权柄和能力 不凭邪迹 不凭施力 但难依靠出圣灵 在神的国度里 属于神的子民 不分语言在你面前 将荣耀归于你 愿你国度降临在这地 同行高举主耶稣的生命 愿你胜利 愿你胜利 正先沿在这地 实行神迹 一致能力 我们处理 在你的同在里 我们是你 我们是你 牵选自明 带着天国许明 带着天国许明 靠着生命 宣扬基督的能力 我们是你 天国自明 愿你带来父亲 在此初醒 看见你 我们是你 你国度降临 愿你国度降临在这地 同行高举主耶稣的生命 愿你胜利 彰显在这地 实行神迹 一致能力 我们处理 在你的同在里 愿你国度降临在这地 同行高举主耶稣的生命 愿你胜利 彰显在这地 同行高举主耶稣的生命 一致能力 我们处理 我们处理 在你的同在里 愿你 愿你 你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亲爱主耶稣,我们真是愿意你的国度降临,你的旨意行在地上,主要我们愿意见到的就是你的势力的彰显, 我们也知道我们不是凭着血气,也不是靠我们地上人的智慧,人的力量,而是单单来依靠主你自己的大能, 所以就求圣灵你来洁净我们,让我们的心完全全被你来充满,求你的说话来改变我们, 祈祷奉耶稣基督得胜有福的名求,阿们 牧师师傅早晨,大英姊妹早晨,我们今天读的是诗篇五十五篇,大卫的训费诗,第一节, 至到第八节,神啊,求你听听我的口告,不要隐藏起来,不听我的恳求,求你留心听我,应允我,我在苦老中,必不安寧,皆亢难过, 这都是由于仇敌的声音,和恶人的欺压,因为他们使祸患临到我的身上, 怒气匆匆的迫害我,我的心在我里面狡痛,死亡的恐怖落在我身上, 具怕和战经临到我,惊恐牢罩着我,我说,但愿我有甲子一般的翅膀,我就飞走得已按据,看啊,我必逃往远处,在亢野里住宿,我要赶快到我避难的地方去,逃避狂风风雨。 天上的大军王主耶和华,我们的阿爸父, 纵然,这个世代充满不安宁,纵然,我们听见仇敌的声音, 纵然,我们遇到恶人的欺压,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全流,完全都在乎你, 我们就是天国的子民,所以我们要起来,我们要大声的宣告, 主你是我们的君王,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慈爱的阿爸父, 你必定要倾听我们的祈祷,你必定不会隐藏,你向我们的心意, 神啊,求你去聆听我们,求你英勇我们, 叫到我们不安宁的声音,叫到我们哀哼的声音转为赞美, 以致我们能够再一次的得力。 神啊,我们知道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血气, 亦都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单单去靠圣灵,你的能力。 所以神,我们求你的国降临, 我们也都求你的圣灵彰显在地上, 更加是彰显在我们的心上, 你的国就在我们的心里面。 主啊,求你完完全全的充满我们, 求你完完全全的得着我们, 让我们的生命彰显你的国, 终然在这个不安的世代, 我们要靠着你的能力, 去带给其他人有平安, 带给其他人有盼望, 因为主你就是平安, 你就是盼望。 主,我们赞美你, 我们敬拜你, 我们在你里面, 找到住处, 找到安静, 找到平安。 我们多谢你,赞美你, 听我们的敬拜, 祝祷祷告, 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而求, 阿们。 约书阿记第十一章, 阿所王夜宾一听见这些事, 就派人去见马顿王约巴, 新闻王, 辣萨王, 以及住在北方山地, 基里列, 南边的阿拉巴高原, 和西边多尔高地的纵皇, 又去见在东方和西方的加南人, 住在帆地的阿摩利人, 黑人, 比利洗人, 和耶布斯人, 以及米斯巴地黑门山下的欺慰人, 这些王与他们所有的军队都一同出来, 和数众多好上海边的沙, 还有很多马匹和车辆, 这些王都联合起来, 来到米伦水边, 在那里一起安营, 要与以色列人作战, 耶和华对耶和华说, 你不要因他们惧怕, 因为明天这个时候, 我必使他们传掃在以色列人面前被杀, 你要坎断他们的马蹄根, 焚烧他们的车辆, 于是耶和华所有与他在一起能作战的人, 在米伦水边突然的洞攻打他们, 耶和华把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 以色列人就击杀他们, 追赶他们, 直到西顿大食, 米斯利忽满阴, 已合在东边的米斯巴谷, 以色列人击杀他们, 没有留下一个, 约书下照着耶和华吩咐他的对待他们, 他吹断了他们的马蹄根, 用火烧了他们的车辆, 那时约书亚转回来, 占领了下所, 用刀击杀了下所, 因为下所在这些国中, 苏来是为首的, 以色列人用刀击杀了城中所有的人, 把他们完全消灭, 有气息的一个也没有留下, 约书亚又放火烧了下所, 约书亚夺取了那些王的一切城镇, 又琴获那些城镇所有的获, 下用刀击杀了他们, 把一切完全毁灭, 正如耶和华博人摩西所吩咐的, 至于那些立在土丘上的城, 除了下所以外, 以色列人都没有焚烧, 约书亚指消了下所, 那些城所有的战利品和生畜, 以色列人都据为己有, 指示把所有的人都用刀击杀了, 直到把他们杀尽, 有气息的他们没有留下一个, 耶和华怎样吩咐他的仆人摩西, 摩西就怎样吩咐约书亚, 约书亚也照样行了, 耶和华吩咐约书亚的一切, 约书亚没有一样不办妥的, 约书亚跌取了那整个地区, 尤其山地, 整个南地, 摩山全地, 高原, 阿拉巴, 以色列山地, 和山地的高原, 从延伸至西裔的哈拉山, 直到黑门山, 迷巴乱谷的巴力加德, 耶和华吩咐约书亚那些地方, 将所有的国打他们, 把他们都杀死了, 约书亚和这些王作战了很多的日子, 除了处在机片的欺美人以外, 没有一座城, 与以色列人异和的, 所有其他的城都是以色列人作战夺取的, 因为这次出于耶和华的旨意, 他使他们心里光硬, 要与以色列人交战, 保把他们完全毁灭, 以他们不无连述联敏, 却要被消灭, 正如耶和华吩咐摩西迹, 那时耶和华来了, 把在山地, 希伯伦, 抵迫阿拿伯, 整个犹大山地, 整个以色列山地, 所有的阿纳俗人都剪除了, 耶和华把他们与他们的城镇都完全毁灭了, 在以色列人的境内, 没有留下一个阿纳俗人, 只在加杀, 阿特和阿什特困有以下的, 这样耶和华吩咐摩西的一切话, 夺取了那全地, 于是耶和华按着以色列的指派, 把地分给他们的独占液, 平地也就紫色列建单。 约书亚记第十二章, 以色列人在约旦河东, 向日出之地击杀了那地的两个华, 占领了他们的地, 就是从亚乱谷直到喀门沙, 和东边的阿拉巴全境, 这两个华, 一个是住在兴实本的阿摩利人的华, 西华那本核的地区, 是从亚乱谷旁的阿罗尔起, 包括山谷中部和基列的一部, 直到阿博河就是阿满人的境界, 东边有阿拉巴上至基里烈海, 下至阿拉巴海就是沿海, 东边是往伯爷西末的路, 南边直到皮斯加的山路, 另一个是巴山和岳, 他是利佛阴人的渔民, 住在阿斯塔洛和以德来, 他本核的地区是黑门山, 杀加,巴山全地, 直到基述人和马加人的境界, 患有基列的一半, 直到希实本和西弘的境界, 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和以色列人, 把这两个王击杀了, 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把地分级榴本人, 加德人和马拉西半个支派的人作产业, 以下是苏亚和以色列人在约泛河西, 同类巴列谷的巴力加德, 直到延伸至西弘的哈拉山等地, 所击杀的众王, 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把地分级以色列各支派作产业, 就是黑人,阿摩利人,加南人,比利洗人, 希美人,耶布斯人所住的山区, 高原,阿拉伯,山坡,抗野,荒南地。 阿摩的王,一个是耶利光王, 一个是伯特利旁边的艾成王, 一个是耶路撒冷王, 一个是希伯伦王, 一个是耶末王, 一个是拉吉王, 一个是伊基伦王, 一个是基式王, 一个是底壁王, 一个是基德王, 一个是河尔玛王, 一个是阿拉德王, 一个是拉拉王, 一个是阿拉德王, 阿道兰王, 一个是马基大王, 一个是伯特利王, 一个是他普亚王, 一个是希伏王, 一个是阿弗王, 一个是拉沙伦王, 一个是马顿王, 一个是夏索王, 一个是新闻米伦王, 一个是厄萨王, 一个是他纳王, 一个是米吉多王, 一个是基低斯王, 一个是靠近加密的若年王, 一个是多以山地的多以王, 一个是吉甲的歌印王, 一个是德撒王, 共计三十一个王。 亲爱主, 你向约书亚所说的, 就是不需要来到惧怕, 夏索王, 不需要惧怕这些敌人, 虽然他是在列国中为首, 神理必定会将这个的敌人交给以色列, 全然的来到撒毁, 当约书亚在按照你的吩咐, 刚强壮胆, 不惧怕的时候, 神理就透过他来来去殲滅一切的敌人, 约书亚都来到他办妥, 一切是神理所吩咐的, 就是上帝你所吩咐约书亚要做的, 他都没有一件是没有完成, 他是每一件都来到完全, 来到去完成, 来到去办妥, 主要在约书亚的身上, 我们看到他对神理那种完全的信服, 主要反观今天的世人, 我们看到的是另一边, 我们世人的心仍然叛逆, 我们不相信你, 我们挑战你, 我们远离神理的心意, 就算是我们一群已经是相信你, 跟随你, 侍奉你的人, 我们仍然有很多对神理的不信服, 不听从, 我们用了自己很多的方法, 来到去过我们的生活, 来到是用我们的时间, 甚至我们怎样来到去侍奉你, 我们都是用我们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喜好, 以没有来到完完全全的跟随你, 神啊求你去赦练, 求你联敏, 愿意今天有书亚所做的, 就是他完全按着你的吩咐, 去办妥一切去做的事, 就是去回应上帝你的呼照, 主要求你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 我们单单的专心来跟随你, 我们不愿意, 好像半翼的人一样, 去偏离你, 不听神理的说话, 求主你就帮助, 祈祷奉耶稣基督得圣福的名吉, 阿们。 路加福音十七章十一节, 耶稣往耶路撒纳去, 经过撒帕利亚和加利利的边境, 他走入一个村庄, 有十个麻风病人迎面之来, 远远夹来站住, 大声说, 主耶稣啊, 可怜我们吧, 他看见了, 就对他们说, 你们去给祭司检查了, 他们去的时候就结证了, 其中有一个人, 看见自己已经好了, 就回来大声的众赞神, 在耶稣脚前, 把念伏在地上, 感谢他, 他是一个撒玛利亚人, 耶稣说, 结证了的不是有十个人吗? 那九个在哪里, 除了这个外族人, 再没有一个回来, 还贞神的吗? 耶稣就对他说, 起来, 走吧, 你的信使你情愈了。 法利塞人问耶稣, 神的觉, 什么时候来到呢? 耶稣回答, 神的觉来到, 是眼睛看不见的, 人不能说, 看啊, 在这里, 或说, 在那里, 因为神的觉, 就在你里面。 耶稣游对门徒说, 日子障道, 你们看看看天人子的一个日子, 却看不到, 有人对你们住, 看啊, 在那里, 看啊, 在这里, 你们不要出去, 也不要追随他们, 电光怎样从天这边一线, 直到天那边, 人子在他的日子, 亦是这样, 但他必须宣秀他的苦, 被这个世代弃绝, 罗亚的时代怎样, 人子的时代亦是怎样, 当时人民吃河加脆, 直到罗亚进入方舟的那一日, 洪水离落, 将他们传到面, 在罗德的时代亦是这样, 人们吃河买卖, 坚重建造, 直到罗德离开所多玛的那一日, 火如柳黄, 从天上光下来, 将它全部灭绝, 人子显现的人子, 亦是这样, 当然, 人在放顶上, 气聚在屋里, 不要下去, 在田里的照样, 不要回家, 应当记住何德的妻子的教训, 凡是有保存生命的, 必桑叫生命, 凡是犧牲生命的, 却必保存生命, 我告诉你们, 当那一日, 两个人在一张床上, 一个被截去, 一个被撇下, 两个女人一起推木, 一个被截去, 一个被撇下, 门徒问耶稣, 主啊, 这些事会发生, 这些事会在哪里发生呢? 主说, 施首在哪里, 鹰亦会对责在那里, 罗亚的时代怎样, 人子的时代, 亦都是怎样, 甚至, 是罗德的时代, 亦都是一样, 主耶稣, 今天, 我们的时代, 好像, 亦都是, 好像, 这个罗亚的时代那样, 人子的时代那样, 罗德的时代那样, 主啊, 今天, 我们这个世代, 人们都是仍然吃喝买买, 耕重建造, 主啊, 很快我们就不记得, 神你自己的凝罚, 洪水过后, 人又忘记了, 神你自己的公义圣洁, 在人子的时代, 仍然有很多的法理赛人, 经学家, 忘记了, 添付你自己的心意, 主啊, 今天, 我们经历过疫情之后, 仿佛我们又忘记了, 人生的虚无短暂, 主啊, 你却是教导我们, 想要保存生命的, 必定丧调生命, 凡是牺牲生命的, 却必定要保存生命, 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 当我们经历了, 一年的疫情之后, 让我们看到, 究竟生命的重要在哪里, 是否只是我们肉体的生命, 还是主耶稣, 你今天, 你借着你的教导, 告诉我们, 我们的灵命, 是比这一切更加重要, 主耶稣, 帮助我们, 教导我们, 叫我们懂得警醒, 以至我们知道, 神你的国来到, 就在窄眼之间, 以至我们能够警醒的, 去为你活出圣洁的生命, 也都让我们, 能够好似那个撒玛利亚人, 我们经历了你的医治, 经历了你的结症之后, 我们不是只是再回到那个旧我里边, 继续享受吃喝嫁取, 我们懂得回头, 去仰望, 懂得回头, 去谦卑, 念服于地, 去感谢, 去清谢, 我们的主, 我们的救主, 我们清楚知道, 一切都不是属乎我们, 一切都是单单, 是因为主耶稣你的怜悯, 添付你的慈悲, 以至我们今天, 仍然可以做这一样, 做那样, 神呀帮助我们, 用感恩的心, 去回应你的教导, 用感恩的心, 去回应你的医治, 我们多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 奉靠我主耶稣基督, 得胜复活之名而求, 阿们, 申议十三章, 第五节第六节, 以人恨户虚假, 恶人行事, 遗臭, 态秀, 正义, 互为行为完全的人, 邪恶却使犯罪的人, 庆祝福。 神爱主, 我们在针言里面, 再一次被鼓励, 被教导, 义人和恶人的分别, 义人和恶人的对比, 义人是恨户谎言, 恶人的名, 它是臭名软薄, 以至到去惭愧, 行为正直的, 也有公义来保守, 犯罪的, 它是被邪恶来倾服, 主我都为了鼎姊妹祷告, 我们知道在这个乱世当中, 在这个罪恶的世代里面, 魔鬼仍然有很多的攻击, 求主你帮助我们, 走一条正直的路, 成为你所喜悦的人, 帮助我们撇除谎言, 我们行户这个谎言, 以至到我们是有义, 在我们生命的里面, 主我求你的公义, 也都保守我们, 带领我们, 愿意更多的弟兄姊妹, 来到听你的说话, 有更多弟兄姊妹, 接受各种不同的装备, 无论是在教会的里面, 在华联会里面, 在宣道会里面, 我们接受不同的装备, 好使我们能够, 更加好预备的, 来到去侍奉你, 主我求你去呼召, 也都是纪念到, 我们身边有微信主的朋友, 包括了Suzanna的朋友, 就是Sandra的丈夫, Jacob, 她身体里面, 有那个的癌症, 求你都联盟她, 恩待她, 另外, 最近我们也接触了, 一位叫做George Lee的朋友, 他对福音是有兴趣, 想认识你, 主我都求你去, 透过我们不同的弟兄姊妹, 去接触她们, 让福音能够去, 给她们经历到, 从主你而来的爱, 和救恩, 主我都为了弟兄姊妹祷告, 求你在一个乱世, 邪恶的世代当中, 猜派我们, 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 得圣有福会的名求, 阿姆, 弟兄姊妹, 我们同心, 低头祈祷, 亲爱的阿爸父, 我们要赞美你, 我们要歌颂你, 因为你满有怜悯, 有恩典的神, 并且有丰盛的慈爱, 和诚实, 公义的神, 感谢主, 今天早上, 我们牵卑来到你的面前, 动作你的话语, 祷告与你亲近, 我们今天早上, 读到大卫的训达诗, 他说, 神啊, 求你留心听我们的讨告, 因为臭敌, 和恶人的欺压, 诗人大卫的处境危险, 饱受到恶人的迫害, 他心里面实在很痛苦, 诗人巴不得, 好像甲子那样, 有强劲的翅膀, 可以远远飞到, 与世无争的安静的地方, 离开这些恶人, 他心里面的痛苦, 对身体的痛苦, 更加难受, 诗人渴望安息, 进入神, 所赐超然的安息, 因为神啊, 你是我们的避难所, 我们今天的处境都很相似, 看到恶人欺压我们, 欺负我们, 压余人被人的歧视, 很多的anti-Asian attacks, 很多人受害, 受伤, 甚至死亡, 受到恶人的欺压, 又见到美国的种族歧视的事件, 越来越多, 以至到很多地方都有示威和暴动, 求主怜悯, 求主平息, 社会动荡不安的事情, 使到人民, 人与人之间和平共处, 进入神, 给我们一切的安息, 我们感谢你, 我们今天早上都读到, 《勞加福音》, 记载到耶稣自好十个, 患麻风病人的时职, 虽然有十个人, 得到医治, 只是得一个撒玛利亚人, 向耶稣感恩, 其他九个犹太人, 没有借恩, 这件事提醒我们, 多小时候我们祷告, 而且祷告得到神的英文, 却没有回到神的面前, 来感恩, 主要求你教导我们, 尝诚感恩的心, 学习撒玛利亚, 这个外邦人, 领受了神的恩典, 要俯復在你面前, 要多多的感恩, 多谢你恩典, 主耶稣你又述出你, 回来的时候, 好像闪电一样, 主在来的日子, 不会预告, 因此我们必须要, 做好好的准备, 主耶稣教训, 门徒不要学, 这些华利亚人, 要看到神的降临, 的预兆, 应该现在, 就做到好的准备, 所以我们要问自己, 我准备好美呢, 盈叠主耶稣在来呢, 求于给我们, 省察我们的自己, 今天我们愿意, 将整日的程序, 都交在主的手中, 无论是要回公司上班, 或者留在家中做事的, 或者在家里, 要教养儿童的, 上网学习的, 求你祝福我们, 所做的一切事情, 保守我们的心, 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紧紧的跟随主的脚踪, 以上不完全的祷告, 求主谁听, 奉我主耶稣记录, 伏没有德性的名义及, 阿们。